在主场对阵罗马的欧冠手战中,黄马顺利取得开门红,凭借贝尔和伊斯科等人的出色表现,未免冠军最终以3-0大胜对手。 比赛一开始,黄马就向对手的大麻发起狂攻,不过由于运气不佳,再加上罗马门将发挥出色,黄马迟迟没能敲开对手的大门。 好在关键时刻伊斯科站了出来,上半场临结束时,他在前场突破之后被对方放倒为球队博得任意球的机会,结果他亲自主发命中,为黄马取得领先,进入下半场之后,黄马继续强攻对手。 第58分钟贝尔发挥了自己的速度优势,在接到莫德里奇的直赛后,这位维尔是巨星利用速度超车,他进进去圣门得奔,为黄马扩大了优势,再加上马里亚诺的进球,黄马最终在主场取得一场开唱淋漓的大胜,此一黄马能够最终大胜对手。 伊斯科和贝尔无疑是球队最大的功臣,事实上,这两名球星星赛季的整体表现确实非常出色。 在上周末课场与比尔巴厄竞技的比赛,正是贝尔在边路送出助攻帮助伊斯科投球破门,至为帮助球队在课场拿到一分,在斯洛里队之后,尽管一开始,有不少人担心黄马的进攻会出现问题,不过从目前看来, 黄马已经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,值得一提的是,之前几个赛季,贝尔和伊斯科在奇达内手下,都明明确立自己的主力位置,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,在飞罗走后黄马靠这两人扛起了进攻大旗,很显然,对于这两名球星,奇达内看走眼了,在诺佩特级手下,无论伊斯科还是贝尔,都得到了重用, 而他们也都用出色表现回报了主帅的信任,特别是贝尔,新赛季至今他在西甲和欧冠的比赛不是进球就是助攻,只要他不出现伤病的问题,相信本赛季黄马的成绩,绝对值得大家期待。